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 站住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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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哦 太险了 刚才哥们是不是练过 身手这么好 差点把我们俩给拽倒了 是啊 吓我一跳 那俩怎么还没过来 不会失手了吧 是啊 我去看看 赶紧去 人哪 没有啊 哥们 来来来 你怎么抄我东西啊 当你们物归原主啊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 想成为一名博手 身体是我们最重要的自我 绝不能心里的说法 在剑道场上要全力以赴 离开剑道场 要全力以赴 保护自己的身体 听见没用 听过 欧颜哥 你的行李我给你拿回来了 这里危险 你赶快跑 没事 我比他们危险多了 给我上 你这个家伙 没事找麻烦 真是个疯子 不是疯子 子疯 棱子疯 这也不怕打架了 是 小心 交友我啦 来 自杀 小心旁边 走 来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帮助我 警察来了 我们快走 我 我抱着紧 我先走了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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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神 请先收下我的膝盖 这是什么功夫啊 怎么一瞬间 把他们都解决了 把他们都解决了 机械 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 你要去哪儿啊 我好人做到你送你吧 你啊 就是一台 会走路的奇怪机 我怕你走到哪儿 把麻烦吸到哪儿 来 箱子给我 对了 这附近哪有修手机的 我想修手机 手机坏了 我看看 飞机上的空姐 好像把我的手机给弄坏了 从下飞机开始就打不通 也上不了网 看 你手机现在是飞行模式 当然没信号了 飞行模式 你该不会说 你连飞行模式都不知道吧 怪不得刚才 这里有一个小飞机 大哥 你是从清朝 穿越过来的吗 你平家里是欧元呢 还是大金宝钞啊 来来来 这样啊 好 现在可以用了 女朋友多命连环靠啊这是 你想太多了 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妹妹 不管到哪儿都找不到二号 她到底还能去哪儿啊 对啊 这么晚了还没有她的消息 确实不太妙啊 二号打来的 我来 我来 我来接 我来接 喂 阿豪 喂 依侯 你开哪儿啊 你手机怎么没开啊 我 我手机刚刚弄那个 飞 飞什么 飞行模式 那个飞行模式 那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去接你 不用 不用 我知道地址的 那个蜂子 那 那 蜂 蜂什么 能子蜂 能子蜂会送过的 没事 待会儿见 拜 二号怎么说啊 二号在这儿还有其他朋友吗 走吧 先回家吧 嗯 来 这我妹的错愧 凑合用一下啊 嗯 你不会是骑着这个脸菜变成这样的吧 怎么可能 哥的技术好着呢 你这用微信钱包还是支付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收欧元的 哎 还是算了 我等一红过来接我好了 行了 跟你开玩笑呢 这大晚上的 别让女孩过来啊 太不体贴了 上上吧 好 走了啊 我 我 我 你 起慢一点啊 没问题 到了 到了 留个电话呗 改天请你吃个饭 不要说不啊 我不喜欢欠人情 行 关警不如从命 等会儿啊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啊 喂 隋晨 怎么了 你说什么 不知道 马上回来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留个电话吗 依依 你先过来吃点水果等二号吗 四十二 回来了 你比我想象当中好像还要矮一点 是你长高了 二号一回来你就扑上去 不怕把二号吓回法国啊 你看他这个样子 来 二号 欢迎回来啊 二号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当然来一个欧洲式的热烈欢迎嘛 二号 五双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 剪头发了是不是啊 换造型 对 对啊 因为这样练习比较方便嘛 大家很久不见了 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边吃边聊 我刚吃了一些 现在不太饿 那就陪我们吃吧 赵叔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让我们先开吃 好啊 没问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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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走吧 来 我来 吃饭 走 你跟我讲一讲 在欧洲有什么好玩的 来 二号 坐 坐 好 好 来 二号 我替你装一个QQ或者微信吧 这样联系你朋友 会非常方便的 对了 还有用来结账的支付榜 很方便的 装哪儿啊 手机啊 可以啊 没问题 可以啊 嗯 好 那我就帮你装了 好 先来检查一下二号的电话 再检查一下消息 没有情材对手 马上开饭了 好 我来我来 来 好 你在这儿干吗 我在帮二号设定一下手机啊 装好了 快吃饭了啊 好 好 装好了 谢谢啊 不客气 我一直觉得把时间拿来研究手机 很无聊 没想到手机有很多的功能 简单又方便 嗯 吃饱饭要不要来机场 帮助消化 好啊 求之不得 怎么才回来就机箭机箭啊 啊 二号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 没有摸到箭了 现在肯定已经手痒了 哎 距离我们上次对的啊 已经五年多了对吧 嗯 五年前我输了你两分还记得吧 这一次我一定要连本带力讨回来 要打机场我都奉陪 我车子的油都加满了 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度过美好的一个夜晚 又是机箭 机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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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好了好了 别聊了 哇 鱼来了 哇 鱼来了 哇 二号 你最喜欢吃的啊 这个真的辛苦了 开动了 等赵叔一起吃啊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赵叔说了 让我们先开动啊 好好好 是吧 是吧 来来来 快吃 那我先吃快鱼 这么多菜 我不客气了啊 来 你们在干吗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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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费了多大劲 请拳王猛虎到这儿来打拳吗 你把他的牙打飞了 都我玩呢 我一个星期的门票都卖完了 你叫我怎么办 刀剑无情 我的拳不长眼 好啊 拳脚不长眼是吧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拳脚无情 给我打 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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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是我欠的 霍言 你们要怎么样就冲着我来 这个事情跟阿峰没关系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快放开我哥 不然我就报警了 快就放 世辰 敢威胁我 你又不是冲我来 不要伤害我家人 你妹妹做手术的钱 是我借给你的 她的命是我给的 我想打就打 你 老板 别打我女儿 她身子弱 说我求求你了 让她打我吧 放开我 爸 放开我 放开我 爸 我没事 你敢打我 你干什么 放开他 放开我吧 放开我吧 住手 不要打他 你们至于这样吗 我这二十万 总为对你们的赔偿 好 这不就结了吗 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走 走 你没事吧你 没事儿 没事儿 一点儿皮外伤 都怪我自己没出息 害得你们 你们没事儿吧 行了别说了 先回房间吧 这儿交给阿虎吧 走 走 怎么样 哥 你没事儿吧 慢点儿慢点儿啊 慢点儿 把衣服脱了趴着 来 趴着趴着趴着 趴着我看看啊 来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 我的妈呀 这帮王八蛋下手也太狠了 药水有没有啊 在哪儿呢 床头位的抽屉里 好 趴好趴好啊 兄弟啊 这次让你受累了 那二十万我一定想法还你 哪儿的话 这么多元朋友还不是二十万 我说你可真能忍哪 你怎么就不还手呢 以你跟小枫的身手 就那几块料 根本动不了你们一根寒梦 我们打赢了又有什么用 顶多是给对方一个 再找上门来找麻烦的借口 我这身子还算一个狼 我我我轻点儿 但就是这家具 裹着瓢盘得重新买 还好没伤到筋骨 我我 占我大把年纪 没想到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里学的身体保护课呀 这回算忧伤了 别动了 难道你就一点儿都 不怀念从前吗 那些背负着国家荣辱 担任国手的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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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初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是 这些年我也没有了观众 听不见掌声了 但是我有紫风有紫辰 我有你这么个好兄弟 一路拉巴扶持着我 遗憾小小有一点儿 但眼下的日子啊 我知足了 好 你们休息一下吧 来 姐 擦汗 二号 喝能量饮料 我说 补充点能量 你比我还需要 谢了 好 法国的训练还真是不简单 没想到几年不见 已经完全不是你的对手了 不过 能再次和你对战真的很开心 很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流汗了 能跟我打这么多回合 你的实力已经超越法国一半的选手了 是 要不要试试看 打一下吧 我已经退出基建队了 这姑娘呢 现在已经不是郑宇的学生了 姨父答应让她休学一年 好好准备出国的考试 但是 现在等放榜就能知道 她会不会到英国去读书了 我相信只要努力 那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我一定能考到好大学 到时候就可以到巴黎 你就可以带我去玩了 对不对 我想去卢浮宫 乡下大道 还有巴黎铁塔 但是 我没去过那些地方 我去法国不是去玩的 是去学习 除了宿舍跟练习馆 我哪儿都没去啊 依依不一样啊 她去英国要学的是建筑设计 当然要多看看那些开拓眼界 虽然都在欧洲 但是我们却是不同世界的人 二豪 刚刚我的那个进攻动作 是不是很有问题啊 你要不帮我指导一下 没问题啊 来 水给我 来 你拿一下啊 拿一下 后退 往后退 把你帽子给我 再试一下 来 就刚刚那个 刚刚你那个刺的动作 缺乏了一点速度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还可以 刺过去 对 再来一遍 好 就这样 再来一遍 主世界的人了 不错 再用点力 先进来 对不起啊 我要是早点到就好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次也多亏你们家的帮忙 钱我们会马上还的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哥这次打败拳王猛虎 不知道给我们家小拳馆 做了多少广告 而且赚了不少钱呢 哥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 什么金腰带 奖杯奖牌的 都是破铜烂铁 大哥 这可是你打比赛挣来的 曾经我以为 只要靠我的双拳 就能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别人不敢来欺负我们 结果呢 在别人眼里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就是烂泥巴里的蚯蚓 随便踩上一脚 就永远翻不了身 那你能怎么办 比赛是他们举办的 场地也是他们的 只要你还继续打拳 就得受他们的委屈 那我不干了 我不陪他们玩了 妹 我明天就会学校 继续读书继续升学 我要爬得比所有人都高 有梦想 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我我不是跟你泼冷水 你这成绩实在是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体育学院啊 体育学院提供奖学金的 你身手不错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比方说镇宇学院 这体育学院 不是可以招体育特长生吗 镇宇学院怎么样 镇宇学院可是基建的最好的学校 而且那个校长赵震宇 还得过市井赛的基建冠军 不过拳击好像没有吧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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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学基建 我要加入镇宇学院基建队 我要改变我的人设 不过我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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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决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个 废物 天智 你怎麼看 這電腦好和我們年紀差不多啊 怎麼可以這麼一看啊 估計留我們一軍最強的男民在他手裡 也撐不了多久 真是個怪物 真是怪物 下一個 下一個 二虹 他們的訓練怎麼樣 怎麼這麼厲害 重艦隊跟花艦隊的實力還算可以 那配件呢 配件隊的實力不堪一擊 勉強能夠打進試雲賽四強 再上去很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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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選手 一個一個別二勝給搶走 不管是凌飛 少康 方橋 隨便來一個都行 我試運賽也不會搞得這麼辛苦 看來這樣子不行啊 開學之前不管用什麼方法 獵人頭 利誘 挖腳的方式 我得找一個像樣的配件選手 你真的要考智慧學院啊 你要想考體育學校 咱們可以抱一個有拳擊專業的呀 昨天我看到那欧元哥 收拾了一群臭流氓 自己一擊拳頭都沒挨 我想著要學會的基建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像他那樣 這樣紫辰也不用擔心我 而且我的直覺告訴我 鎮雨學院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場我怎麼會不敢 因為你 你 你不會是 愛上鎮雨學院什麼人了吧 不 什 什麼時候的事啊 不 不會是粉絲吧 我好好跟你說 和粉絲談戀愛 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啊 想什麼呢 我連她名字都不知道 更別說學校了 不過她姐姐 竟然建議我去鎮雨學院 我覺得 只要去了那裡 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大哥 鎮雨學院不是說 你想考就能考上答 不但要文化測試 以及專業通考合格 並且擁有正式基建比賽 前十六強記錄 你有嗎 這不很簡單的事嗎 我多知道這場比賽 答的不就行了嗎 先給自己定個小目標 拿到五塊金牌 這樣不就可以 光榮日學了嗎 大哥 我不知道你是太樂觀 我剛還是覺得基建太簡單了 來 滴滴 又一次 又一次 我看到我爸晚上 自己一個人在看這一套 我或許小的時候 看過一次 超級猛啊 不是 你說這是剝副的 不是 這個東西怎麼能白天看 得晚上自己一個人 在房間看懂嗎 大哥 我爸你當成兄弟 我才叫你給我看啊 我是被我爸發現 他被愣死我不可 不是 快快快 剩一塊小點了 開始了 再三十秒就結束了 這難得也太快了吧 厲害了吧 我再幫你播一次啊 你怎麼會有這個視頻啊 還不是你 昨天說你要學基建 我突然想起來 我爸以前有個 基建選手的朋友 他怎麼會有這個視頻啊 他每次比賽我爸都會去看 而且會拿相機給他錄下來 然後 轉成文件了 一直存到現在 能不能拜託你爸那朋友 教教教教教我 這你就甭打算了啊 這個人我一次都沒見過 我覺得我爸可能 早跟他斷了聯繫了 再看看看看 哎呀 哎呀 經常那麼一點點 真是 不行啊 我得告訴二號 雖然都在歐洲但是 我們卻是不同世界的人 天啊 看什么呢 这不是我的硬盘吗 臭小子 你连老子的东西都敢乱动啊 爸 是子风说想学基建 什么 子 子风说他想学基建 你是说你想学基建 是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可是我珍藏了 二十年的宝贝 今天送给你了 天哪 天哪 老爸 太偏心了吧 我小时候跟你要你都不给我 你知道个屁 这本来就是他 我是说这个练基建哪 特别讲天分 你小时候我不是没让你去学过 你去了三天 就酷爹喊娘再也不去了 子风给你了 叔叔 这也太贵重了吧 子风 知道贵重就好好练你 与其让这把剑 所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 我更希望你带上他站上剑道 替这把剑的旧主人 赢回属于他的尊业 对 你练剑的这个事 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爸呀 怕男人手短 他知道了肯定不让你收 你以后要练啊 就到拳馆里来练 在练出成绩之前 绝对不能让你爸发现 明白吗 明白 善 善于战 我的东西 干吗呢 少回事啊 天气啊 你别怨我多事啊 希望有一天 你的儿子能替你拿回 属于你的冠军奖杯 好厉害 天气啊 我一看 我这个传统奖杯 一二二一 我这娢irs 出现了 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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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茄子 茄子 好了 竹山姐 太棒了 来 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刚看你更新的照片 想为你加加油 不错 恭喜你 谢谢 那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先换衣服 你等我 少康 刚才看完白无双的比赛 感觉她的实力跟上个月相比 好像又提高了 所以说 只有这么厉害的女人 才能激起我的挑战欲 我一定要得到她的心 你 诶 吃点什么 看看 刚才真是太精彩了 对方三个选手 竟然都没有办法 从你身上拿下一件 那是因为傲胜学院没有参加 如果对手是傲胜的唐如君 或者芦苇 生父就难说了 跟我去法国吧 如果依红可以去英国学设计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法国学基建呢 还是因为叔叔的关系不让你离开 这里有法国西班牙 意大利基建学校的申请书 你看一下 义父要送我出国吗 义父 为什么你愿意 让我出国学基建 却不愿意让依依去英国学设计啊 你练剑的时间没有依依长 但是你更有实力 站上世界的舞台 身为振宇学校的校者 如果两个女儿都送出国的话 对学校的效率 是有很大的影响 她我也不能自私地 要你留下吧 所以依依就必须留下了 义父 我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带领郑宇学院拿到全国第一 义父 您放手让依依去追逐她的梦想吧 郑宇学院的荣耀 交给我来守护 是 是我自己不想离开 阿姨和姨父 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收养了我 他们是我最重要的家人 如果依依去英国学了设计 我又去了法国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你不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吗 大部分基建的高手都在国外 是啊 但是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定 国内就没有人才啊 你也看到了 中国这些年在竞技场上的变化 还有 我姨父就是代表国家队 拿过世界冠军的人了 二豪 你既然回来了 真的应该放眼看看 说不定在国内 也能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呢 我期待 白无双 你是因为她才拒绝我的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只跟奥运冠军交往吗 我是说过 我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我们是好朋友 邓尔豪 你真从法国回来了 邓尔豪 原来我的情敌是你啊 跟我决斗 他谁啊 中国青少年配件冠军 少康 中国配件冠军 自从我去了法国以后 都没有人才了吗 身为传说中的天才纪剑手 连我这个全国冠军 你都不敢接受挑战 还好意思说我 我都替你脸红 你的战术我收下 时间地点 下个月卖动杯青少年基建大赛 你总是不能带到小几年 多年 你也要跟他公开 自己的战术 你再说 我去兰湖 你不得了 也不敢接受 你不得了 我只是怎么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